大家可能會關心今年的財赤有多高 行政長官剛才也介紹過 在預算案的時候 我估計是1391億 連同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1375億 再加上今年的經濟 看來收縮會比我們預期之中加劇 會影響今年的賣地收入和稅收 今年的財赤會進一步增加 雖然財赤的金額龐大 但是在現時前所未見的特殊環境之下 政府一定要果斷投放足夠的資源 防疫、抗疫、保就業、穩經濟 我們的財政儲備約我有一萬一千多億元 雖然今年的赤字會令到我們的儲備 減少到八千到九千億元 但是我們的公共財政仍然是穩健的 事實上我們過往在經濟好景的時候 逐步建立這些儲備 就是要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讓他們發揮作用 令我們有能力在環境困難的時候 推出大規模的逆周期的支援措施 緩解經濟下行 對市民的就業和生活的影響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去發債 說用來 舉例來說 發債用來籌操我們防疫、抗疫的工作 那人家可能會有個誤解 就是你自己夠錢 為何發債呢 你的財政紀律會不會從此以後鬆懈下來呢 所以我們就覺得在目前來講 都不是一個合適的時候 去改變我們這個一向的做法 靠近來講 你講獨家 你講獨家 啊 你講獨家 我講獨家 你講獨家 開場 來講獨家 是 為何 我講獨家 自行 說 團